喂 孟老师你好 我是五号女嘉宾贾丹丹 麻烦把电话转接给我夫妻 五号爸爸 喂 爸爸 这个男嘉宾他非常具有责任感 从他对他的工作的态度 就可以看得出 但是我发现 我和他的价值观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他对待 恋爱和婚姻的观点上来说 他觉得恋爱是轰轰烈烈 婚姻是平平淡淡 那我的个人的一个看法是 我觉得其实婚姻也可以拥有 恋爱那种甜蜜 轰轰烈烈 我觉得最主要是 两个人的一种相处的模式和方式 我觉得他不应该被定义 是这样子 所以我可能要灭灯了 不是 我估计你是不是理解错了 爸爸喜欢 对不起 我女儿可能性 她还是觉得年龄方面有差距 爸爸不想灭 我估计她还是误解了 对 喂 喂 你好 孟爷爷 我是三号女嘉宾 可以让我的妈妈接个电话 三号妈妈接电话 喂 妈妈 我感觉这个男生真的蛮好的 就是诚实 稳重又踏实 但是怎么说我感觉 好像就是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是 难以就是让我心动的感觉 就差一点点 所以我可能选择灭灯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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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怎么帮她 男嘉宾你好 阿姨好 刚才我女儿就是说 她觉得年龄也是比你大两岁 她就觉得也不适合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听到这音乐好揪心 上去灭掉一人能回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